郭哥 你越棒越忙欸 我來收回你們的工作 郭哥突然出現 過程中確實有火 兩個人在那邊笑笑笑笑 當代理理理長 短短的時間 把一面牆弄成可以佈置的樣子 我們就去完成它 我覺得這個瓶子比有點斜 重新送兩個束帶 讓它這一排是平的 不要漢了 我都黑了兩階 我們狂曬太陽欸 你們搞幾個小時就搞這個 郭哥說這是什麼多美 等他們調完美 郭哥 你越棒越忙欸 我來收回你們的工作 太陽一直曬 時間也很緊迫 郭哥突然出現 過程中確實有火 兩個人在那邊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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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因為我們想問沒錯 有一個人在那邊笑笑笑笑笑笑笑 一定會問啦 沒有啦 有沒有聯絡 沒有跟他聯絡啦 這種事情就是他自己去承受跟面對啦 大概不太可能在這時候去打擾人家吧 那覺得有需要對他喊什麼話 喊什麼話 我們能夠說什麼 如果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做錯的事情 錯就是錯了嘛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做錯事 當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對 那有關心小燕姐嗎 有啊 我這個時間不會去打擾她啦 那應該的關心我當然還是會有啦 但是就是不打擾她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有人關心你嗎 關心我幹什麼 我很關心你啊 我們每年早上起來都先關心他 那元昊我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對 傳出跟他不合嘛 其實不是不合啦 就是良性的溝通啦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衝勁 然後又 怎麼講 追求完美 就是完美主義者 他做什麼事情都是拼 就是拼盡十足啦 都不會累 那我有時候我就想要拉他一把 我會覺得說 其實你做的事情已經夠了 我們節目能夠傳達的一些 一些想法 一些意念 或者能夠帶來的一些 未來的一些好的影響啊 我覺得已經可以呈現出來了 可是他就是會堅持要把事情做到他 完全都要就是 就是十全十美啦 那這個個性我會覺得 我們工作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怎麼辦怎麼辦 他們很辛苦都說了 所以所有事我來做就好了 對 我把事情做好 然後希望可以 但是也沒有 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因為我一個人也做不完啦 所以也是大家同心協力一起把事情做完 雖然亮哥就是嘴巴這樣講說 哎呀 不要做了 好了啦 休息了 但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也牽動著他 他一起也把 把我們就是要幫李明做的事情 都一起大家團結 一起把他做完了 然後最後得到的就是 不管里長或是李明們的那個眼神的 他們沒有說謝謝 但是眼神都在跟我們說謝謝 對 所以像鏡頭真的沒有不好對不對 沒有啦 我們可以互相配合啦 互相就是互相會 我相信他會跟我 從我身上學一點我的個性 我也會從他身上學一點他的個性 我想問一下亮哥 最近有關係要死 是因為我們想問說有什麼 一定會問啦 沒有啦 沒有跟他聯絡啦 這種事情就是他自己去承受跟面對啦 你大概不太可能在這時候去 去打擾人家吧 那覺得有需要對他喊話嗎 喊什麼話我們能夠說什麼 就是做 如果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做錯的事情 錯就是錯了嘛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做錯事 當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對 大家辛苦啦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就是 菲菲洋洋也很多報導 很多新聞 那我的看法就是 做錯事情的當事人 自己去承受跟面對啦 我覺得這個是 目前最好的看法 他有關心小燕姐嗎 我這個時間不會去打擾她啦 那應該的關心我 當然還是會有啦 但是就是不打擾她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有人關心你嗎 關心我幹什麼 我很關心你啊 我很關心你啊 我每天早上起來都先關心他 對... 都先開房門 憲哥... 還在... 真的 我覺得喔 這個在一個團隊裡面當中 你的資歷最深 年紀最大 是可以得到很多好處的 對 對 到一個民宿去 最好的房間一定是我啊 對... 對 我覺得我不去那間住他... 他對不起他家的好意啦 對... 我就會自然的把皮筋箱拖到那個人 一開始還會... 第一天要問一下 其實到你都面對 後來我就習慣了 自己就會找 對 豪華套房一定是我啊 雖然民宿當中 你看我有機會豪華套房 剛剛那個節目啊 跟民眾現場的拍的跟 你能夠感受到你不愛人家 那之前就有... 就是網友在網路上討論說 好像... 之前亮哥在那個片段上面 你知道我已經叫做什麼 A片啊 還有跟愛人說 你說... 會不會想說你要澄清一下 因為從你來說可能有違會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因為我說我以前知不知道 我以前是不是就聽說過什麼 不可能啦 我都是跟大家一樣 是看新聞看報導才會知道 誰會知道這件事情